他走進來了 他可能先跟他講改兩位吧 戴著鴨舌帽和粗狂眼鏡的男子 在日本料理店外頭後悔 不到一會兒走到店裡詢問 突然間拿出手機一邊講電話 還一邊指著櫃台的女店長 氣氛好尷尬 我覺得說因為你是客人 我為什麼這樣子去解釋那麼清楚 所以他覺得說為什麼我沒有回答 說有沒有生 有沒有工作 有沒有什麼 最近日本料理店每到假日 就規定五人以上才能定位 這名男客人因為只有三人用餐 只能夠現場後位 一停要排25分鐘 整個火氣上來 Pito就問眼前這名越南籍女店長 有沒有合法工作證和居留證 女店長嚇了一跳 反問對方是警察嗎 如果不是 有什麼資格看證件 我就問他說 請問現在你是警察嗎 他就回我句話說 你等一下就知道了 這幾天我就回這 會自己練習自己的口音 就是要怎麼去跟我們這邊的本地人一樣 會站在裡面 為什麼因為一個口音而被懷疑 實在有個委屈 女店長小菊從越南來台工作9年 同一次碰到客人寫位子等太久 心聲不滿 又聽到自己操著新住民口音 報警待人 經警方查證後 還了女院長清白 不過碰到這樣的奧鍵經驗 讓小菊覺得備受侮辱 真的好受傷 記者劉氏偽章若語台北採訪報導